却说撞倒董卓的人正是李儒,当下李儒扶起董卓,至书院中坐定。 卓曰,儒为何来此? 儒曰,儒是至府门,知太师怒入后园,询问吕夫,因急走来,正欲吕夫奔走,云太师杀我。 儒荒赶入园中劝解,不亦误状恩想,死罪死罪。 卓曰,颇难逆贼戏无爱机,势必杀之。 儒曰,恩相差矣。 西楚庄王决英之会,不究戏爱机之蒋雄,后为勤兵所困,得其死利相救。 今貂蝉不过一女子,而吕布乃太师心腹猛将也。 太师若就此机会,以蝉赐布,不敢大恩,必以死报太师。 太师,请自三思。 卓沉吟良久约,如言一事,我当私之,如谢而出。 卓入后堂,问貂蝉约,如何与吕布私封也? 禅气曰,妾在后园看花,吕布图至,妾方惊毙。 布曰,我乃太师之子,何必相逼? 提己感谢至凤仪亭,妾见其心不良,恐为其所逼,玉头何持自尽,却被这丝抱住,正在生死之间,得太师来救了性命。 董卓曰,我今将辱赐于吕布,何如? 貂蝉大惊,哭曰,妾身已是贵人,今呼吁下次加奴,且宁死不辱。 随彻必肩宝剑,御自闻。 浊荒夺剑,拥抱曰,无戏辱。 貂蝉岛于浊怀,掩念大哭曰,此臂里如之济也。 如与不交后,顾涉此迹,却不顾惜太师体面于见切性命,且当声势其容。 卓曰,吴安人舍辱焉。 禅曰,虽蒙太师临爱,但恐此处不易久居,必被吕布所害。 卓曰,吴明智和你归梅雾去,同受快乐,甚勿忧疑,禅方收累败谢。 次语,礼如如简约,今日良辰,可将貂蝉送于吕布。 卓曰,不与我有父子之分,不便赐语,我只不咎其罪,如传我意,只以好言为之可也。 卓曰,太师不可为妇人所获。 卓变色曰,乳之妻肯于吕布佛,貂蝉之事再无多言,言则必战。 礼如初,仰天探曰,无等皆死于妇人之手矣。 后人读书至此,又诗探之曰。 司徒妙算,脱红裙,不用干戈,不用兵,三战虎劳图费力,凯歌雀奏,凤怡亭。 董卓其日下令还梅雾,百官聚败送。 貂蝉在车上,姚剑吕布于仇人之内,掩望车中。 貂蝉虚掩其念,如痛哭之状,车已去远,不缓配于土缸之上,眼望车臣,叹息痛恨。 护文背后一人问曰,温侯何不从太师去,乃在此遥望而发叹? 不适知,乃司徒王仁也。 相见必,仁曰。 老夫日来阴染危殃,闭门不出,久未得于将军一见。 今日,太师嫁归没物,只得扶病出颂,却喜得物将军。 请问将军为何在此常叹? 不曰。 正未宫女儿。 润阳经诀。 许多时尚未于将军耶。 不曰,老贼自宠信久矣。 阮阳大经诀,不信有此序。 不将前世依依告阮,阮阳面爹族半赏不语,良久难言语。 不亦太师做此禽寿之行。 因完不守约,且到寒舍商议。 不随阮非,阮言入密室,制酒款待。 不又将凤怡亭相遇之事细数一遍。 阮曰,太师阎吾之女夺将军之期,成为天下识孝。 非孝太师,孝阮与将军儿。 然,阮老迈无能之辈,不足为道。 可惜将军盖世英雄,亦受此侮辱矣。 不怒起冲天,拍案大叫。 阮吉曰,老夫施语,将军息怒。 不曰,适当杀子老贼,以雪无耻。 阮吉掩起口曰,将军悟言,孝累及老夫。 不曰,大丈夫生居天地间,岂能御御久居人下。 阮曰,以将军之才,成非董太师所可限制。 不曰,无欲杀此老贼,乃是父子之情,恐惹厚人一论。 阮微笑曰,将军自姓吕,太师自姓懂。 至己之时,岂有父子情也。 不愤然曰,匪司徒言,不己自悟。 阮见其意已决,便睡之曰。 将军若服汉事,乃忠臣也,青史传名流芳百世。 将军若处董卓,乃反臣也,再知识彼一臭万年。 不避袭下败曰,不亦已决,司徒勿疑。 阮曰,但恐是或不成,反昭大祸。 不拔带刀,赐必出血为势。 阮贵谢曰,汉似不斩,皆出将军之赐也。 且勿泄露,临妻游记,自当相报。 不凯诺而去。 阮寄请菩舍使孙瑞,私立校被黄婉商议。 阮曰,方心主上有疾心欲,可遣亦能言之忍,往梅物请酌一事。 一念以天子密诏赴吕吕布,使服甲兵于朝门之内,引酌入诸之,此上策也。 晚曰,何人敢去? 阮曰,吕布同郡其都未离诉,以董卓不迁其官,甚是怀愿,若令此人去,酌必不宜。 阮曰,善,情侣不共义。 不曰,昔日劝吴杀丁建阳,亦此人也,若吴不去,吴先斩之,使人密请诉之。 不曰,昔日劝吴杀丁建阳儿头董卓,金卓上妻天子下虐生灵,罪恶惯赢,人神共愤。 功可传天子诏往梅物,宣卓入朝,扶兵诸之,立扶汉士,共作忠臣,尊义若和。 肃曰,我亦欲处此贼久矣,恨无同心折耳。 谨将军若此,使天赐也,肃岂敢有二心,随折见为事。 阮曰,功若能干此事,何患不得显观。 次日,李肃引识数计千安眉部,人报天子有诏,浊教焕入。 李肃入拜,卓曰,天子有何诏? 肃曰,天子并体心全,欲会文武于卫殃殿,亦将禅位于太师,故有此诏。 卓曰,王隼之意若何? 肃曰,王司徒已命人驻寿禅台,只等祖宫到来。 卓大喜曰,五夜梦一笼罩山,今日果得此喜庆,使哉不可失。 便命新妇将李雀,郭四,张继,樊仇四人,领非雄军三千首眉雾,自己即日排下回京。 故为李肃曰,吴为帝,汝当为执金吴,肃败谢称臣。 卓入慈其母,母十年九十余矣,问曰,吴儿何亡? 卓曰,儿将往受汉蝉,母亲早晚为太后也。 母曰,母曰,吴近日肉战心惊恐非吉兆。 卓曰,将为国母岂不欲有惊报,随慈母而行。 临行,为貂蝉曰,吴为天子,党力辱为贵妃。 貂蝉以明知旧礼,假作欢喜败业。 卓初步上车,前车后庸往长安来,行不到三十里,所乘之车忽折一轮,卓下车乘马,又行不到十里,那马咆哮嘶喊,撤断沛头。 卓问夙曰,车折轮,马断沛,其诏若格。 夙曰,乃太师,应少汉蝉,气旧换心,将成欲念金安之诏也。 卓喜而信其言,次日正行间,忽然狂风骤起,昏雾碧天。 卓问夙曰,此何详也? 夙曰,主公登龙位,必有红光子物,以壮天威尔。 卓又喜而不宜。 及至城外,百官至出迎接,只有礼儒报病在家,不能出迎。 卓尽至相府,屡步入贺。 卓曰,吾登久武,如当种诸天下兵马。 不败谢,就仗前歇素。 事业,有十数小儿,于郊外作歌,风吹歌声入账。 歌曰,千里草,何清清,十日补,不得生,歌声悲戒。 卓问李肃曰,童谣主和兄吉。 肃曰,亦只是言流是灭,懂是心之意。 次日清晨,董卓百列一从入朝,呼见一道人,轻袍白金,手持长杆,上夫步一杖,两头各输一口字。 卓问肃曰,此道人何意? 肃曰,乃心样之人也,呼将士屈去。 卓晋朝,群臣各聚朝府,营业于道。 李肃守执宝剑扶车而行,到北夜门,军兵进挡在门外,独有御车二十余人同住。 董卓,姚剑,王伦等各职宝建立于殿门,经问肃曰,持剑是何意? 肃不应,推车止入。 王伦大呼曰,反贼致死,武士何在? 两旁转出百余人,持戟挺硕刺之。 卓中甲不入,商臂坠车,大呼曰,吾儿奉先何在? 吕布从车后立声出曰,有赵讨贼,一己直刺咽喉,李肃早割头在手。 吕布左手持己,右手怀中取赵,大呼曰,奉赵讨贼臣董卓,其余不问,将力皆呼万岁,后人有失探董卓曰。 霸业成使为帝王,不成且作富家郎,谁知天意无私取,眉物方成,已灭亡。 却说,当下吕布大呼曰,注着为虐者,皆理如也,谁可勤知? 李肃应声愿望,呼听朝门外发喊,人报李如家奴,已将李如榜父来献。 王润命赴赴世草斩之,又将董卓尸首,号令通渠。 卓尸肥膀,看尸君士,以火至其其中为登,高流满地,百姓过者,莫不守至其头,逐见其失。 王润又命吕布同黄浦松,李肃领兵五万,至梅物超级董卓家产,人口。 却说,李雀,郭四,张继,樊仇,闻董卓已死,吕布将至,便引了非崇军连夜奔梁州去了。 吕布至梅物,先取了貂蝉,黄浦松,命将物中所藏梁家子女进行释放。 但既董卓亲属,不分老幼,西皆诸鹿,卓母亦被杀,卓弟董敏,指董黄皆斩首号令。 收集物中所需黄金数十万,白银数百万,齐罗,珠宝,器敏,粮食不计其数。 回报王润,润乃大靠军事,设宴于都堂,召集众官,卓九称庆。 正隐宴间,忽人报曰,董卓报师于事,忽有一人扶其师而大哭。 润怒曰,董卓扶诸,市民莫不成贺,此何人独敢哭也。 随患武士,语无擒来。 虚迎秦至,众官见之,无不侵害,原来那人不是别人,乃世中菜鸡也。 润赤曰,董卓逆贼,今日扶诸国之大幸,辱为汉臣,乃不为国庆,反为贼窟,何也。 姬扶罪曰,姬虽不才,亦之大义。 岂肯背骨而向卓,只因一时知欲之感,不觉为之以哭,自知罪大,愿功见缘。 躺得情守乐族,使叙成汉使,已赎其孤,积之幸也。 众官西姬之才,皆厉旧之。 太父马日迪,亦逆为润曰。 伯皆旷世异才,若使叙成汉使,成为圣士。 且其孝行宿助,若聚杀之,恐失人望。 仁曰,西孝武不杀司马迁,后使作使。 随之傍书流于后世,方今国运衰为朝政错乱,不可令望臣只比于幼主左右。 使吾等蒙其善意也。 日滴无言而退,思谓众官曰。 王仁其无厚乎,善人国之既也,制作国之典也。 灭祭废典,岂能久乎? 当下王仁不听马日迪之言,命将菜姬下狱中一死。 一时,士大夫闻者,尽为流涕。 后仁论菜姬之枯董卓,故自不适。 忍之杀之,亦为极甚。 有诗探阅。 董卓专权四不仁,世中何字,静王身。 当时诸葛隆中末,安肯清身,世乱臣。 且说李雀,郭四,张继,樊愁,桃居陕西,使仁至长安上表求舍。 王仁曰,卓之跋扈,皆此四人住之,心虽大赦天下, 独不赦此四人。 使者回报李雀,却曰,求舍不得,各自逃生可也。 谋士贾许曰,诸君若弃君丹行,则亦亭长能赴君仪。 不若又几陕人,并本部军马杀入长安,与董卓报仇。 世纪奉朝廷以政天下,若其不胜,走亦未迟。 却等然提说,随流言于西凉周月,王仁欲将喜荡此方之人矣。 众皆惊慌,乃附阳言曰,徒死无益,能从我反忽。 众皆愿从,于是,聚众十余万,分作四路,杀奔长安来。 陆逢董卓女婿,中郎将牛府引军五千人,欲与丈人报仇。 李却便与和兵,始为前驱,四人陆续进发。 王仁听西凉兵来,与吕不商议。 不约,司徒放心,两次蜀备合足数也,随因李肃将兵出敌。 肃当先迎战,正与牛府相遇,大杀一阵。 牛府抵敌不过,败阵而去,不想事业二更,牛府成肃不备,竟来劫宅。 肃军乱窜,败走三十余礼,折军大半来见吕不。 不大怒曰,辱合错无锐气,随斩李肃,拳头军门。 次日,吕不进兵,与牛府对敌。 量牛府如何敌得过吕不,乃妇大败而走。 事业,牛府唤心妇人胡适尔,商议月。 吕不小勇,万不能敌,不如瞒了李雀等四人,暗藏金珠,于亲随三五人弃君而去。 胡适尔应忍,事业收拾金珠,弃迎而走,随行者三四人。 将渡一合,赤尔欲谋取金珠,竟杀死牛府,将头来献吕不。 不问其情犹,从人出手,胡适尔谋杀牛府,夺其金宝。 不怒,即将赤尔诛杀。 领军前进,阵营阵里确军马,吕不等他灭阵,便停几月马,挥军直冲过来。 阵军不能抵挡,退走五十余里,衣衫下宅。 请郭四、张继,樊仇共一约。 吕不虽勇,然而无谋,不足为虑。 我引军守住谷口,每日诱他厮杀。 郭将军可领军抄击齐后,笑彭越挠储之法,明金进兵,雷鼓收兵。 张凡尔公,却分兵两路,竞取长安,比首尾不能就应,必然大败。 重用奇迹。 却说,吕不乐兵到山下,李雀引军诺战,不愤怒,冲杀过去,却退走上山,山上史诗如雨,不军不能进。 忽报郭四在阵后杀来,不急回战,只闻鼓声大阵,四军已退。 不方欲收军,明罗声响处,却军又来。 未及敌队,背后郭四又领军杀倒。 急至吕不来时,却又雷鼓收军去了。 急得吕不怒气填胸,一脸如此几日,欲战不得,欲止不得。 正在恼怒,忽然飞马抱来说,张继繁愁两路军马,敬犯长安,京城危急。 不急领军回,背后李雀郭四杀来,不无心恋战,只顾奔走,折了好些人马。 笔集到长安城下,贼兵云屯雨疾,围定城池,不军雨战不利,军事未屡不暴力,多有降贼者,不心甚忧。 数日之后,董卓与党李蒙,王芳在城中为贼内应,偷开城门,四路贼军一起拥入。 吕不左冲右突,拦挡不住,引数百骑往清锁门外呼王润曰, 事即宜请司徒上马,同出关去别途良策。 阮曰,若蒙社稷之灵,得安国家,无之怨也。 若不获己,则阮奉身已死,临难苟勉,无不为业。 为我谢关东诸功,努力以国家为孽。 吕不再三相劝,王润只是不肯去。 不已时,各门火焰净天,吕不值得戏鹊家小,引百余计飞奔出关,投袁术去了。 李雀郭四重兵大略,太常经重福,太仆道奎,大红卢周焕,城门校尉崔烈,岳齐校尉王齐皆死于国难。 贼兵围绕内庭甚急。 侍臣请天子上宣平门指乱。 李雀等望见黄盖,约住军事,口约万岁,县帝以劳问约。 清不后奏请折入长安,意欲何为? 李雀郭四仰面奏约,董太师乃陛下设计之臣,无端被王润谋杀,臣等特来报仇,非敢造反。 但见王润,臣便退兵。 王润实在地策,闻之此言,奏曰,臣本为社稷纪,事已至此,陛下不可惜臣,以务国家。 臣请下见二贼。 弟徘徊不仁,润自宣平门楼上跳下楼去,大户曰,王润在此。 李雀郭四拔剑赤曰,董太师何罪而见杀? 润曰,董贼之罪,泥天耕地,不可圣言,寿诸之日,长安市民皆相庆贺。 辱读不闻乎。 却四曰,太师有罪,我等何罪,不肯相设。 王润大骂,逆贼何必多言,莫王润今日有死而已。 二贼首起,把王润杀于楼下,史官有失赞悦。 王润运鸡愁,奸臣董卓修,心怀国家恨,美索,妙堂忧。 英气连消汗,终成贯斗牛,至今魂雨破,游绕凤凰楼。 众贼杀了王润,一面又差人,将王润宗族老幼,进行杀害,市民无不下泪。 当下,李却郭四寻思曰, 既到这里,不杀天子谋大事,更待何时,便持剑大呼杀入内来。 正是,巨魁扶罪,灾方兮,从贼纵横,祸又来。 为之献帝性命如何,且听下文翻解。 和諒孽。 建议优主任主任主任有關。 还存在同学με nicht mean不会呢? 感谢观看